大家好 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这个前行表又没有电了 它用的电池是7号电池 是不能充电的 我买了这种能充电的充电电池 但是它充满电压在1.25V左右 所以放到表上显示电压低 随之就关机 所以不能使用 下面我们给它加一个升压电路 这样就可以使用充电电池了 这个电池充满的时候 大概是2.6V左右 在放电的时候低于2.3V 这个模块还会保护 这个模块的型号是TC3608 它的输入电压是在1.5V到15V之间 输出最大可以达到24V 是可调的 是通过两个电阻来限制的 它的一角是升压输出端 二角接地 三角就是稳压端 四角就是使能端 使能低电位的时候有输出 五角就是输入端 就是我们电源输入端 电路也比较简单 它还需要一个输出的二极管 还有滤波电容 以及需要一个2.2V到22V横的电感 这里呢我用了一个10V横的 下面我们开始给它组装 它的五角是输入 一角是输出 由于六角是空角 所以我把五角和六角焊在一起了 也就是说这段输入 这段输出 并且在五角和一角之间跨一个电感 也就是我们这个10V横的电感 中间的铜波片 为了防止短路 把它给它刮下去 下面我们把电感给它焊上 好电感焊完了 下面我们焊上二极管 由于输出电压非常低 所以随便找了一个二极管 给它焊上了 用小特级二极管比较好 接着我们在输出端 到三角之间焊一个16K的电阻 这个三角到D之间 焊一个3.9K的电阻 它的输出电压计算公式是 输出电压等于 0.6乘以 括号 1加21除以R2 也就是上面的上拉电阻 除以下分压电阻 得到输出电压 我们要求输出的电压在三幅左右 好到这里呢 就完全焊好了 虽然焊的有点不好看 但是呢 输出非常完美 它的使能角是四角 四角输入高电位的时候 也就是接输入端的电压的时候 我们这个芯片输出的是标准的三幅 在这个角空起来 或者是接地的时候 它的输出电压很低 因为我们后边没有辅载 所以说呢 应该是高电位使能 如果有需要呢 可以用这个引脚当作开关 如果没有需要呢 可以直接把它接到输入的高电位上就可以了 下面我量一下它的输入输出电压 效果非常的不错 黑标笔接地 这个是输入 2.26V 输出标准的3.02V 由于它的效果很不错 我把它修整成了这么小的模块 过一会呢 我们把它焊接出导线以后呢 再用胶封上 然后我们装到表里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三根线 一根输入线 一根地线 一根输出线 三根线焊完了 焊完以后呢 我们把底下垫一张纸 给它放里边 试一试效果 好的 用这张纸包上了 然后我们把后壳上上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 完全没有问题了 用这个没有充电的充电电池 现在 都已经正常了 非常的完美 我们测一下这个没有充电的充电电池 电压是多少 只有2.5V 但是我们的表显示非常正常 这是它的引脚功能 这是它的电路图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仔细研究一下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